今天要和大家讨论一下, 中国内需疲弱的问题, 导致出现通缩的情况, 内地最新公布的CPI数据, 升0.6%, 8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, CPI, 虽然表面看上去是今年以来的新高, 但仍然比市场预期升0.7%低些, 如果撇除食品和能源价格, 核心CPI的5年升幅, 甚至收窄了0.1%, 剩下0.3%, 这个升幅是21年3月以来的最低, 新低来的, 另外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, 就是PPI指数, 亦都是连续23个月錄得收缩, 安年跌了1.8%, 跌幅甚至比7月份扩大了1.8%, 亦都多过预期的1.5%跌幅, 基本上这些数据都没有可能给外界信心, 高盛发表报告说, 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都是下跌, 反映着内需持续疲弱, 估计内地通胀在未来几个月, 都会维持比较低的水平, 我们看到高盛的短评也特别强调, 它的PPI跌了1.8%, 这个比7月份跌0.8%, 显著地扩大了, 一点很清楚的就是内需持续疲弱, PPI的通缩可能会慢慢减弱, 但CPI将会维持低位, 这是来自高盛报告的看法, 我们看看另外一间跟踪内地比较贴近的大行, 例如罗姆娜野村政券, 丁女为首的团队也提及, 这边其实在CPI上是略略低于市场预期, PPI的通胀更加远远低于市场预期, CPI能够在表面数据上弹高, 主要是因为食品价格的通胀, 在8月份按年升了2.8%, 对比7月份持平很明显有一个弱升, 这边很大程度是因为恶劣天气导致, 大家都知道内地很多地方都是天灾, 例如海南方面, 最近弄到内地知名同仁的椰子鸡, 都说它的养殖场受到极大的损失, 所以对原食品或鸡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, 8月份核心物价通胀按月跌0.2%, 这个亦都是低于传统夏天的季节性表现, 而在服务行业的价格方面亦出现下跌, PPI亦基于高基数, 在服务行业, 但是这里亦都见到情况都是疲弱的, 两者都显示到疲弱的需求, 在整个暑假都是持续的, 这里跟他们对于整个大环境币的大环境, 负面看法亦是一致的, 非食品价格是按年有0.2%的增幅, 根据统计局方面指出, 各个里面只有通讯和交通按年有跌幅, 跌2.7%,交通工具按年跌5.5%, 按月比较里面跌幅最大仍然都是交通通讯, 消费价格里面升幅最大食品煙酒, 统计局的城市首席统计师董利娟都说, 食品价格因为8月份受到高温和多雨天气影响, 所以拉高了CPI, 先菜价格按年升幅显示扩大18.5%, 到21.8%,都创了22年4月以来最大的升幅, 先果价格亦由7月份跌4.2%, 转升4.1%, 但猪肉价格受上年同期高, 基数影响按年跌幅, 比7月份回落4.3%至16.1%, 彭博方面引述, 法兴環球市场大中华经济师林海奇说法, 内地通缩压力变得更加的确认, 很可能会加劇物价工资螺旋式下跌, 所以可能需要推出更加激进的应对措施。 PPI方面, 这个统计局方面的说法亦都说, 因为市场需求不足, 部分的国际大中商品价格下行, 所以导致8月份的PPI按年跌了1.8%, 採掘业的价格升幅, 收窄了2.6%至0.9%, 原材料工业价格由1.8%升幅, 转为跌0.8%。 彭博对于这系列最新公布的数据, 提起法都负面的, 甚至做了一篇报导, 就认为中国螺旋式通缩, 暴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, 这个通缩有可能会延续去到2025年。 彭博说, 其实中国上年经济一直受到通缩的困扰, 有可能会使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恶化, 步入一个新螺旋式通缩的情况。 星期一的数据亦证实了, 在收入下跌的时候, 除了食品价格之外, 经济内大部份领域的消费价格, 几乎没有增长。 而彭博经济研究和法巴, 法国巴黎银行的分析员都说, 衡量整体经济价格的广义指标, 即GDP的平减指数, 目前已经连续五个季度跌, 可能会延续到2025年。 亦都会是一个93年有数据以来,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缩。 彭博引述, 摩根士丹尼首席中国经济师, 刑志强的说法, 他说中国肯定是处于通缩里面, 可能会经历通缩的第二阶段, 而日本经验表明的通缩拖得越来, 为了打破债务通缩的循环挑战, 中国所需要付出的刺激措施会越来越多。 彭博也说, 中国面临危险是隔禁家庭, 可能会因为工资下跌而缩减开支, 或者由于预期价格会再一步下跌, 而推迟购买, 买东西会慢慢量度一下, 就好像大家看到内房方面, 楼价价还未跌到底, 大家在那里观望。 通缩率都可能会陷入滚雪球的效应, 因为大家都在这儿等, 读到缩减, 企业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从而抑制投资, 导致进一步减薪和裁员, 导致家庭和企业进入破产。 民间调查显示的数据已经出现了, 财新置库和数联名品的一项调查显示, 在政府支持的经济领域, 例如电动车、製造和可再生能源, 8月份入职工资比22年的高峰已经跌了接近一成。 而长江商学院一项针对300间公司高层的一个调查显示, 上个月劳动力成本的增幅也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最低, 即是说, 人工方面加不到甚至缩了水, 这亦在各行各月出现, 因为经济不景气, 其实对于加新方面的积极性已经大幅下调了。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中国核心通胀, 8月份跌至2021年3月以来最低。